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第三個出名的經濟學家 叫做大衛李家圖 應該很多人都會聽過他的名字 他寫了一本關於政治經濟學和賦稅的原理 其實李家圖本身不是一個學者 他是一個股票經紀 那時候他應該在打仗 法國和英國打仗 拿破崙想統一整個歐洲 李家圖買了很多英國國債 如果英國打輸了仗 他就會變得一無所有 幸好英國打贏了那場仗試 令到李家圖變得很富有 以及進入國會的下議院 他做了下議院的時候 就有很多時間去研究政治政策 他就很關心一個議題 叫做谷物法 因為在打仗的時候 那些平價的穀物 食物就進不了去英國 令到那些地主因為供應有限的時候 令到它的價格上升了 所以他們的議會想立一些稅 增加門檻 令到進入的食物要去打稅 李家圖就覺得是不對 因為這個是說地主的利益 以及其他人民的社會各個階層 有一個很厲害的利益衝突 所以他就寫了一本書 就是關於政治經濟學和付稅的原理 那之前那個叫做阿當史密斯 他講的經濟學就是講生產的經濟學 那李家圖就反過來講 是關於怎樣去分配 因為那時候不是一個互聯網的年代 始終都是講人力、機械、資本 投入去土地去生產製成品 每一個投入都要計算他們應該要有的東西 譬如人力的就是講你出的工資、人工 機械和資本就是講你的資金投入 你的利潤 那土地的投入其實就是地租 那這些就是李家圖去看的東西 就不只是看生產那一部分 還要看那個產出分配那一部分 那他們李家圖有一個看法 就是說如果那個穀物那個價格 是上升得很高的時候 就會減低了那個實質工資 就是因為你名義上工資可能拉高了 但是因為你的穀物那個食物的錢跪了 其實你的實際收入是減少了 因為你生存不到的時候 那個人口就會是自然減少 令到那個經濟就會停頓 那他們覺得就是如果那個地主賺得越多 那個穀物價格上升得很厲害 雖然那個勞工那個名義的工資是上升了 但是反過來那個資本家的利潤就減少 令到社會那個經濟發展就會停下來 那這個是跟之前說的阿當史密斯那個看法有不同 因為阿當史密斯他看那個生產也好 或者是購物那個生產力和購物力 都是全部是一個靜態是不會變動的 但是李家圖他看的東西就比較活些 因為他始終都是一個股票經紀 那他對那個市場是比較敏感的 他知道是會勞動的價值是會變 就不跟阿當史密斯說的那個是一個絕對直理 那這個在當時十八世紀的人 是一個比較創新的看法 所以往後那一百多年 都有很多不同的經濟學家 都是在李家圖那裏作出不同的批判 今天想說的其中一個經濟學家李家圖就講到這裏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